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将遇从东北至今日门海黑龙江口,北至蒙古国中部的棱格河,石勒喀河一带,西德阿尔泰山,南部至今天北京千金山西大同一线,其国土面积几乎是北宋的两倍。 历史上,北宋两渡华辽都大败而返,宋太宗赵光义更是差一点为辽人俘虏,自己乘坐旅车逃回。 打又打不过,宋朝只好那碎币,花钱满和平。 反而,辽朝也没有逃出七星也不,七王也不的圈子。 辽朝末期,女真独兴起,在领袖完颜阿姑党帝带领下,前后只用了十年的时间,就掀翻了庞大的辽国,建立了金国。 同历史上其他王朝灭亡一样,辽朝在灭亡的过程中,皇室成员,后宫嫔妃,与王宫贵族,饱受磨难与摧残,其下场也远甚于普通。 底层百姓,公元1113年女真领袖完颜阿姑打起兵反辽,连战连结,辽军在女真士兵面前如土鸡娃狗一般,一败再败。 1115年,还颜阿姑打击皇帝尾,建立金国。 同年9月,辽天作地闻之皇龙府尸首,率兵七十万御驾亲征,企图一举歼灭金兵,不料被两万金兵打败,死伤枕疾。 经此一役,辽国主力尽失,辽天作地也开始了东北西走的逃亡日子。 在几年的逃亡过程中,他的皇后萧多离岚,妃子萧贵哥先后并亡。 辽国在金国的公伐步步落败之际,辽天作地的长子晋王耶律敖鲁沃颇有贤能,在皇族中威望极高,是太子的最佳人选。 但是,被权臣萧奉仙所陷害,辽天作地不明就里,派人一杀他。 有人劝他逃跑,耶律敖鲁沃说,怎么能因为爱惜自己的生命而失掉做臣子的大劫呢? 于是,从容就死,晋王耶律毫如末术有人望,辽军听到他的死讯无不留起,于是,人心也散了。 队伍就更不好待了,契丹贵族对天作地也倍感失望,内部开始分崩离析, 终是人员或死于内部的残杀,或被金兵抓住处死。 三个在世的儿子,耶律定,耶律习尼烈,耶律宁,分别被金兵勤获。 辽天作地有名可考的五个女儿,耶律古裕,耶律于李眼,耶律卧李眼,耶律大傲也,耶律次傲也,还有一位姓名不祥, 这六位公主几被金兵俘虏,六位公主被俘后,耶律于李眼被金太祖完颜阿谷, 打赏赐给次子完颜宗望为妻。 其他几位生死下落不明,参照当年金人对待北宋地基的情景,处境想必不会好到哪里去。 何况,契丹欺压女真多年,金人对辽人无比痛恨,结果可想而知。 公元1120年,完颜阿谷打工破上京,开始在上京路大肆抢掠, 辽朝历代皇帝灵行,被金军大肆拉掘,金人从中抢夺了大量金银珠宝, 事后又放火焚烧,辽国的皇家墓地遭毁坏一空。 辽天作地七夕黄黄,一路向西逃窜,路上的日子备长艰苦, 路上水凉断绝,为了冲击吃起了冰块,口渴就直接化血而淫。 好不容易快逃到英州,结果在成东六十里处被金兵给俘虏了。 辽国到这基本算亡国了,四五个月之后, 金兵押送天作地到了金兜上京。 这一年,他刚好五十岁,正是知天命之年。 历史上关于辽天作地的死法有两种记载, 一种说法是金人觉得,他没有多少利用价值将其杀死, 还让群马把他的尸体践踏成泥。 另一种说法是金昭皇帝让他和宋亲宗去比赛马球。 辽天作地仗着自己骑术精湛,想骑马逃走, 结果被乱剑射死,而宋亲宗又跟着宋马上摔下, 被乱骂才死。 其实,无论哪种结果,作为亡国之军, 其下场注定都不会太好。 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